主席 主席各位同仁 沈記長以及各位列席各位副首長以及各位長官 是不是可以請一下我們的 副主席長 好 我們副主席長 副主席長 副主席長 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 吳院長昨天有說 這個這次的這個最佳預算裡頭 對於這個提高待遇的部分 我們以原則上 不舉債沒有增加債務負擔 是吧 是 可是呢後來我們了解到了 甚至不增加債務負擔 可能會 會不會造成預算的排擠 我們也在觀察 但是有一個 就是說對於這個 國營事業 對於財政交通經濟等部會的國營事業 上角的盈餘 你們有沒有要求人家再增加 增加數十億啊 有沒有 有 有 你可以告訴我們 有要 國營事業的盈餘啊 因為這幾年的 腳庫要提高這個 因為這幾年的 他的經營績效還不錯 我們希望他能夠 能夠 能夠把這些 因為也是整個社會經濟情勢 上漲起來以後啊 希望他的盈餘能夠 都腳到國庫來 這個是 一些我們的預算法 還有一些相關的 國營事業法 裡面啊 希望能夠來 那上角增加的情形 你這邊有沒有資料 你告訴我 蛤 你要上角增加的情形 要增加多少 大概是 像財政部這邊有 台銀土銀 大概有夠 那個 差不多十億的部分 台銀增加十億 土銀增加十億 台九增加八億 還有沒有 還有一些 非營業的循環基金 有一些 新宿鎮開發基金啊 這些早期啊 我們一直投入很大量的 現在因為 整個房地產好了 這些因為他的現金啊 所以繳回了 差不多十點七億的 那個 非營業循環基金 增加十億多 對對對 這個 設施於 那個都市更新的部分 那個 新宿鎮開發基金的部分 新宿鎮開發基金 對對對 那這些非營業循環基金 不是應該獨立運作嗎 他國營業循環基金 但是是這樣 他虧的時候 滑的時候 是這樣啦 總預算的時候 他虧損的時候 總預算有時候要去幫他 那他有賺錢的時候 要回到國庫來 就像我們一個企業一樣 去投資 去投資主公司 他當然是會有 那個 互相 這個交易營業的這個 我們這一次只安排了 三四點三五億 這個差不多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三四點三五億 還有一些轉投資的 像陽明去年經營的 因為整個景氣 陽明的那個 陽明部分 也有 我們鼓勵發得多 他那個要 今年就我們就 這個就叫他那個 要繳回來 他是祝然 因為 今年一定會佩運上漲 會上漲 進來的 陽明多少 陽明這個部分 大概 我們算的是 十一點三七億耶 齁 你看喔 還有沒有 沒有了 大概是這樣 我這樣算了齁 台銀十億 土銀十億 台九八億 那就二十八億了 台九 台九 大概我們在 我在有記憶手機 本來也有在安排 但是 因為我們也在考慮到 因為我們也要兼顧到整體的 他 今年的 一百年的 結算的情形 所以台九的部分 後來 沿線是有在規劃 對 後來是我們台九 我們認為 他的 我們也在評估 他的達成力的問題 所以 評估完了以後 是沒有列到 我們的那個 最初的最佳減裡面 所以我們也是很慎重的 像農委會一樣 多喝一口 多吃一口飯 你就多抽一口煙 增加幫忙台九來賺錢 喔 這個 有時候 N9 有時候 N9 有外健康也有人這樣講 我告訴你 為什麼這樣說 過去台九 政府的這個 營運目標提高的時候 台九也有 好像台糖也有 就逼著員工要去銷售 每個人都有責任額 反正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那些員工的責任 達不到自己還要 自己還要花錢 把它吃下來 它為了你增加這個幾百塊的薪水 增加一千塊的薪水 花好幾萬塊 把那個 這個這個 暫時用不到了 吃下來 尤其煙品 還有保存期限 酒如果是列酒類 還是可以長期保存 那煙品是沒有 是有短期保存 是有保存期限的 如果說你們 逼得太緊 就有點像 橫征爆裂一樣 剛好 委員之後 今年剛好 台九和台糖 好像沒有叫他多進 對啦 那台銀呢 所以我覺得 其實從這個角度來說 你看 每次在財政委員會 大家審 台銀土銀的預算的時候 大家 包括財政部 大家都說 能不能把這個法定領域降低 不要太多 要不然說 經營實在很困難 因為我們國家的這個利差是很最 可以說是臨近國家裡面最短 最少的 利差的這個差距 就是放款利率跟存款利率的差距 是比起中國大陸 比起韓國日本 周邊的我們的國家來講 台灣是最少的 所以經營 坦白講是有其這個困難 所以我覺得其實從這個角度來 你剛剛算了 台銀十億 這個土銀十億 台九先不算 陽明十一點 十一點多 非營業循環基金 新市政開發基金 就十億 加起來早就超過三十億了 剛剛講的是 剛剛提到的那個部分 是十億 營餘的部分 整個加起來是45.7 我說營餘增加的部分 對對對 因為有轉投資 營餘和轉投資收益 這兩個加起來是45.7 政府籌措財源的用心 我們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是到了一個這個虛錢恐擊 民間要上當鋪 政府這個又要 又規定了不能舉債 你的壓力就加注在這些國營事業上 盡量避免 剛剛講的台銀土銀那個 其實我們的營業稅那邊 也有幫忙到這些銀行 所以我們 你講的這裡也都存在 一直存在在那邊 營業稅已經降低的 幫忙到這些銀行 大家都知道啊 當年在審查 這個台銀土銀預算的時候 你們的樣子又不一樣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 困難的時候 這個就是國庫這樣 困難的時候大家互相幫忙 說當年也不久了 就今年 今年在審查的時候 你們就說法定盈餘不能放太高啊 達成率會有困難 這樣大家的努力卻達不到這個法定盈餘 現在政府 我們要求 你們要求立法院的法定盈餘 不要弄太高 你們這個主計處 你們行政院就開始 卻要求把這個盈餘自己提高 為的是什麼 就是總統跟院長的政治承諾 今年讓你挨過了 107億讓你挨過了 明年可是210幾億耶 220億耶 明年這增加的部分哪來 不可能年年都有這個榮景 不可能年年經濟都這麼好 對不對 何況 這個 因為今年日本的震災 很多的這個經濟前景 因為台灣也受日本經濟的牽動 這個經濟成長 有些民間很多機構 獨立的機構 他是認為台灣的經濟成長 是往下修的耶 修正的服務 從0.5到0.8都有 所以我覺得其實從這個角度來看 這個部分的這個財政規劃 更不要提馬總統說要增加這個工糧的收購 這個每公斤增加3塊錢 今年第二季就要增加6億 然後呢 這個公共工程建設 我們今天省這個擴大公共工程建設 我們的公共工工工工建設的投資啊 外面估計我們今年要少一千四百億 所以我覺得其實從這角度來看 你們可能還是要投為陰影 好不好 好謝謝副主席長 接下來我們請經濟部黃次長 好黃次長 對不起對不起 我說了那個請農委會 王主委 農委會王次 王副主委 王副主委 這個用水又不夠了 那麼農業用水有說政府 現在正在開水型會議 那農業用水的調波 您覺得今年樂觀還是不樂觀 到目前為止當然不樂觀 不樂觀 有沒有考慮有這個可能性 要調波到民生跟工業用水 還是只調波到民生用水 還是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可是你們又要叫人家多吃一口飯 那糧食的生產可能不足 因為你修耕了 糧食生產肯定要短缺嘛 肯定要短缺糧食價格肯定要上揚嘛 世界糧農組織 世界銀行不是糧農組織 世界銀行已經告訴我們 全球的這個糧食價格已經到了危險的水位 糧食的供應已經可能會創新低 你在國際市場上買糧都不夠了 你台灣又要休耕了 那休耕真的沒辦法 因為沒有水 那你怎麼辦 還叫人家多吃一口飯 要不要調整 少吃一口飯 因為天然的因素 又可以達到馬總統說的減肥幾公噸 然後又可以這個 這個減少這個糧食的壓力 消費的壓力 跟委員報告 天然這個因素還是沒有辦法掌控 但是人可以盤算的 應該做的還是要做 所以這 最近這兩年來 我們工糧的儲存 已經比以前要提高了不少 現在已經達到四十幾萬公噸 那這段期間 假如是因為今年 旱災症的必要的話 如果大面積的休耕你看怎麼辦 現在 到目前看起來 因為是第一期 南部已經過關了 那就是看下一期 下一期這個部分 看起來到目前的評估是中部 會比較實景 實景一點 所以今年可能休耕以中部為主 您說 休耕吶 吊水 以中部為主 到目前評估是 規劃是這樣 最後一個問題 面積大概可能 可能的面積 你們紙上作業 幕僚作業 可能面積大概多廣 幾千公頃 對不起 這個數字 我覺得我沒有掌握到 第一個你要掌握 第二個換算成糧食 大概是幾萬公噸 你要告訴 給我們書面好不好 好 這個我們補充 謝謝副主委 好 我們謝謝